你 晚心 你说这鸦鸦是吃了秤夺铁的心了 她还真不来上班了 她那辞职信不是撕了吗 不算 你看 东西还在这呢 那不行啊 我怎么向上边交代 补上架条不就完了吗 我来帮她写 对啊 这可真是患难见真情啊 那可不 晏晏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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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晏晏 晏晏你回来了 这位得好好工作呀 主任 我今天是来收拾东西的 关于交接的工作 我昨天晚上已经发到您邮箱了 别啊 我们都可舍不得你了 你别走 毛鸭鸭 你怎么还好意思来物馆办上班呢 你这脸皮可够厚的呀 你怎么又来了呀 我们这可不欢迎你 你快走吧 你凭什么黏我呀 我可是你们这儿的业主啊 你们物馆办 不是为我们业主服务的吗 我说你两句怎么了 以后你还说不着我们丫丫了 我们丫丫不在这儿工作了 行了吧 被开除了 我说的嘛 一个杀人未遂的罪犯 你说以后谁敢用你啊 谁杀人未遂啊 你呼出什么呀 你这叫血口喷人 何雨琪 到底是我把你推下楼的 还是你自己摔下楼 然后故意诬陷我 说是我推的 我想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吧 再说了 我害你对我有什么好处 你说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我是一个孩子的母亲 为了孩子要养 再也没有比这个 更重要的身份了好吗 既然你知道你是孩子的母亲 如果你也想为你的孩子好 那你就应该带着她 回到她的亲生父亲 向辉的时候 我跟刘霍呢 已经和好了 而且马上就要结婚了 你知道吧 所以请你以后啊 不要再打扰我们家刘霍了 做你自己该做的事情 这什么人呀 太欺负人了 你以后你别来了 喂 我 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好想你啊 对了 明天呢我要去医院做复查 到时候你就用它陪我啊 我知道 你以后 这个送给你啊 这个叫做存爱官 还没信心呢 可以帮你储存爱和幸福 紧紧地锁住 不让它溜走 这个跟钱不一样 钱花光了呢就没有了 可是它呢 只要你不丢弃它 它会一直都在 它会一直都在尽头 你跟卉语其实要结婚了 其实我早就知道 会有这么一天的 我祝福你们 祝福你们在一起 度过更多的六年 当你无知做时候 当你笑哭泣做时候 我会永远陪伴 六皇 我们已经结束了 你都已经请我答应和雨琪 要跟她结婚了 我会在那个时尾涡的角落 默默地守护旧 胡娃 你回来了 我好想见你 我一直在等你 我好想见你啊 怎么了 你好像不开心的样子 我们到此为止吧 到此为止 什么意思啊 我不想跟你结婚 我不爱你 我们这样勉强在一起 不会开心的 你懂吗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结婚的事情 可是你亲口跟我说的 你不是说 只要我放过毛牙牙 你就会娶我吗 难道你忘了 我没忘 但是我希望你成全我 成全你 你要我成全你 那谁来成全我 不知道你心里还有毛牙牙 我不怪你 因为我爱你 这些东西我都可以不计较 只要你给我时间 我们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 好吗 我没法欺骗自己 更没法欺骗你 你这不就是在欺骗我吗 是你说要娶我的 是你说要跟我结婚的 我不能跟你结婚 我不能跟你结婚 也请你放过压压 好不好 我没法欺骗你 结婚了 下回和毛牙牙要结婚了 咱俩结婚吧 嫁给我 我像会发誓 我会用一辈子的时间 弥补我以前对你的伤害 我会用一辈子的时间 来照顾你和孩子 我家里你 能拍清不开的时间 还能说帮你 我又有些人 我自负已经有пер练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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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毛鸭鸭有关的事情 你有兴趣吗 我这儿还有很多 你告诉吗 你一直在耍我 非逼我走这一步 律师我已经找好了 我随时都可以起诉毛鸭鸭 为什么非要针对她 我可以不针对她 条件是第一 让我搬进你家 第二 我们马上确定婚期 要在一个星期之内 不要跟我耍什么花样 否则毛鸭鸭一定吃不了兜着走 你这样逼我有意思吗 就算我跟你结婚了 我还是恨你 有意思吗 当然有意思 欧元让你知道一下 我当初的感受 我如果不逼你 我们就可能没有未来了 我们已经结束了 结束的是你跟毛鸭鸭 而我们才刚刚开始 向辉 你怎么在这儿 你疯了吗 嫂子 嫂子怎么了 向辉 你怎么来了 雅雅 我想 嫂子 你去拦着妈 别让她知道 嗯 谁呀 没来了 出什么事了 妈 妈没事 没事 你还想怎么样 我不想怎么样 你恨我 我能理解 但是我就是想让你知道 我不会这么轻易放弃你跟孩子的 不许你提孩子 你走吧 可我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就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 你怎么就这么狠心啊 我狠心 我狠心 我不明白你这话怎么说得出口 雷雅 你难道真的就想孩子这一生都没有父亲吗 你真的就想她这一生只看到别人家的孩子 跟爸爸在一起开开心心地生活 你有考虑过她的感受吗 没错 孩子是不能没有爸爸 但是我一直都找不到你啊 你让我怎么继续接受你来做孩子的爸爸 你告诉我 我等你 我等你接受 就像当初你等我一样 行吗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你等我 先回 这一切都太迟了 小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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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在哭啊 小鑫 我说孩子哭了 是不是要喂奶了 小鑫 小鑫 小鑫我来了 你去看看孩子干什么 孩子她哭了 怎么了 轩鑫 孩子哭啊 孩子哭得很厉害 她是不是肚子饿了 是不是要喂奶了 你跑来我这干吗去看孩子啊 孩子已经走了 妈和孩子都不在了呀 对啊 她走了 我听差了 我听差了 薛姨 你是不是想笑笑了 我有病啊 我想人家的孩子干什么呀 我听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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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我先走了 我听差了 我听差了 不停记着 我听差了 你 对了 你你为什么会充奶粉啊 我带他 confusing 我都不在了 你怎么还闹奶粉啊 我带他去拿 你忘了我的规矩了是吗 我一向喜欢家里面干干净净 有条有理 每一样东西都放得整整齐齐的 孩子都已经不在了这么久了 你为什么还要把这些 所有小孩东西放在这里呢 你收掉 收掉 我不让看见他 收掉 学医学医 你别生气 我早上收拾东西的时候 刚找出来的 我真的要丢掉 丢掉 你别生气 每天都是凡人的心 凡人的心 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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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能干吗 这个孩子 我拥有 这个问题 给你打个气 我还要在身上 糟的事 这真的都好 满手 这医生 这医生 你不得的 还等我 一个人 给我看我 跟孩子的生活费了 丫丫现在不是把工作给辞了吗 你看她有什么需要的 该买的都买给她 你小子 你说要早有这出去多好啊 放心吧 这事包得我身上妥妥的 有我劝着 丫丫早晚要原谅你的一天 大哥 这事就拜托你了 好 我还是个痴情的霸道总裁 对 雨淇 雨淇淇 雨淇淇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当然是搬过来住了 搬过来住 对呀 你疯了吗 我告诉你 这个家我是主人 请问我有邀请你来吗 当然是刘火了 刘火邀请我过来住的 刘火也算是这个家里的主人吧 他应该有话语权吧 反正呢 我早晚都是要过来住的 早一点不是挺好的 火 你过来 你过来 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什么意思 东西全搬来家里了 你在干什么 火 我只是觉得你每天往我们家里跑 看我实在是太折腾了 我如果过来住的话 照顾起来不是方便吗 而且 我刚刚脚还痛呢 够了 你现在第一时间 把他给我请出去 徐阿姨 我和刘火之间有很多误会 您不知道 您就别怪刘火了 而且 而且我们两个正在商量婚期呢 婚期 你还要跟他结婚呢 妈 我把你再跟你解释 你给我进来 我的天哪 我前期要崩溃了 我 你要住进来的事情我不同意 我为什么不可以住进来啊 再说 这个房间 原本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 你跟毛压压已经结束了 这张照片 应该可以换掉了吧 这是我的事情 你管不着 可是你答应跟我结婚了呀 火 我知道 毛压压曾经走进过你的心里 没关系 我可以等 等你忘记他 火 我们给彼此半年时间好吗 如果我们真的走不到一起 我会放弃 但是我想请你 不要连这点时间都不给我好吗 好 那你就住进来吧 你真那么想住 你就住进来吧 火 谢谢啊 我就知道 你心里还有我 我不会逼你的 我会给你时间的 等你真正地接纳我 这房间给你住 我住书房 你找我干吗 我住在家里 这样的 留火 让我把这些照片还给你 她为什么不自己给我 让你来给我 可能是最近她比较忙吧 之前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跟柳河的照片 也是小青给我的 这样看来 她对我们两个也算是公平 只不过 我之前经历过的痛苦 看来你也要经历 大家都是你 我能理解你的感受 要不然这样吧 我们帮你个忙 小青 帮个忙 把这些照片都撕了吧 好 这是我的东西 没有什么权力处理啊 我们两个可是为了帮你 你们干吗 何以琪 你敢欺负压压 我可告诉你 我现在可是刮了脚的 你不怕穿鞋的 你们别想欺负人 童大小姐 那我们可惹不起啊 对了 你们两个是闺蜜 那好吧 我们走了 你们慢慢聊 芽芽 你还打算恨我多久 我说了 我不恨你 但我们以后也不是朋友 我知道你在恨我抢走了向辉 可是你知道吗 这些年来你哥哥毛心里 从我这儿拿了多少钱 一百多万呢 我爱向辉难道有错吗 甚至 甚至我哥坐了牢 我都把我手上仅有的钱 全给他了 我为的就是想让他保住 我和你的这段友情 和我唯一的爱情 我为什么要活得这么卑微啊 我不过是因为太爱一个人了 芽芽 你真的没有资格恨我 你们全家都没有资格恨我 更没有资格霸占相会 她是我的 她永远都是我的 你说的我都知道了 不过以后 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 爸 芽芽 快看 我给孩子买的什么 这都是 你看见了吗 你们看看 这都是我给孩子买的 小医生 这口袋车又小巧又轻便 孩子再大一点就能做了 您看啊 神奇不神奇 这跟变魔术似的吧 变这么点了 我说今天这太阳 怎么打西边出来了 儿子 捡金子了 哪有那么方便的金子呀 拿私房钱买的 就你 你能拿私房钱 给你大外甥买礼物 谁信哪 不是 那我怎么就不能心疼心疼 我大外甥啊 花点钱买点东西这算什么呀 哥 学校不需要这些 那退回去吧 芽芽 芽芽 你干吗 我给孩子买的 给孩子买的 你哪来的钱呀 你们私房钱嘛 你给我过来一下 妈 我洗个手去啊 干吗 哥 你是不是前前后后 拿了童话一百多万呀 不可能 我拿他一百多万干吗 童话亲口告诉我的 那是造谣 造什么谣啊 你要拿了他的钱 你就赶快还回去 我根本就没拿 我还什么呀 你是信你哥的 你还是信你这闺蜜的 我有这样的闺蜜 也有你这个当哥的功劳 芽芽 这事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咱们一家人 你非得记仇记一辈子吗 哥 为什么你永远做事情都是这样 叫我没有办法认同呢 芽芽 我是你哥 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你好 芽芽 你觉得我的脚又疼了 你帮我揉揉好不好 我觉得你对我像以前也好 不 应该说比以前更好 你在干吗 这在客厅呢 你帮我揉揉脚吗 薛姨 门关上 门关上 薛姨 你这是要干吗呀 我实在待不下去了 芾芽 你也收拾收拾 跟我一起坐 是吧 妹妹 你是不是要保险你 我以后要似你 她要去忙 我以后要熟介绍了 她要自己做了 我以后要老娘 我以后要去忙 你也要去忙 你也要去忙 哪里 我以后要去忙 吃饭了 去忙 我以后要去忙 你不是要去忙 是不是 我以后要去忙 你先走啊 这个是你家 没必要你走 他留下呀 我告诉你 这个家只要有那个女人在 还像是我的家吗 目中无人呢 而且我决定还是我先走 这样子我的儿子 比较不那么难做 妈 我是有苦衷的 能不能就请你忍一忍 你有苦衷你可以忍 可是我做的这些活受罪呀 我忍无可忍 孩子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有什么苦衷 或许妈妈可以帮你呢 我 我没法说 行 等你想通了 愿意告诉我的时候 你再告诉我吧 这段日子你放心 我会住酒店的 你愣在这儿干吗呢 赶紧的去收拾啊 快去 住 我今晚就班了 一半 干吗呀 给你个惊喜 看看 这什么 这么好呀 向辉给你钱了 给了 咱们现在也是刷卡一足了 以后想买什么东西 词儿 就这么简单 你还真以为你找到长期钱包 常刷常有呢 我告诉你啊 往这里打不打钱 那得看人家向辉的心情 再说了 你要真想把这财神困住 那就得让她跟丫丫和好啊 我还不希望她跟丫丫和好吗 那丫丫的脾气你也知道 那么倔 咱也不能给她捆上送给向辉 让他们俩和好去啊 你个没脑子的猪 你就不会想个办法呀 你是那有脑子的猪啊 你给我想一办法我听了 你瞧不起谁啊 你是觉得我想不出来办法是吗 好 真黄 妈安顿好了吗 嗯 那就好 你说妈也真是的 以后这婆媳关系可怎么相处啊 你在说什么 哦 我是说 等有时间 妈会慢慢接受的 刘霍 关键是你的态度 主要咱们两个一条心 总有一天 妈会接受我这个儿媳妇的 那要多久 一年 两个年 还是十年 难道我妈一直住酒店吗 要不然 咱们买一套房子吧 就在这个小区里 或者是 就在隔壁啊 这样呢 咱们不用进同一个门 可是照顾妈又很方便 你觉得这样好不好 不就是钱的事吗 很多事情 不是用钱可以买回来的 对 瑶瑶 你还来干嘛 我是来道歉 小晴跟我说了那些照片的事情 那不是我的意思 是何以其甚 何以其作得没错呀 我们都已经离婚了 是应该撇清关系了 不可能 我心里始终都有你 我们之间就这样吧 原本我打算离开北京的 你说得没错 逃避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这是我犯下的人生错误 所有的苦果 都应该我自己来承担 所有的失去 折磨和非议 都是应该的 就像何雨琪说的 捅到我心里的那些话 说得也未成不对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 你别这样说 好吗 好了 我还有事呢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何小姐 您这身材可真好 黄金比例 天生的衣架子 您说您这身高要是再高点 那绝对就是国际名模的路子呀 我想成为那天最幸福 最漂亮的新娘 先生没有和您一起来吗 她的尺寸也最好量一下 她应该在路上呢 你把电话给我 给她打个电话 那我先去准备一下 好 谢谢 雨琪姐 你怎么来了 刘伙呢 刘总还有些工作要处理 可是我们约好了呀 她这样不来是什么意思呢 刘总说让我来给你买单 买单 我让她来试试礼服的 我不是让她来给我买单的 我希望这些重要的时刻 她都能在我身边 丽莎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可怜 我一心一意想嫁给她 她来陪我那时候活杀都没 雨琪姐 你想开点吧 我和雨琪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 就算是没有浪漫的求婚 就算没有亲朋好友的祝福 我都不在乎 只要刘和娶我 我就是刘太太 我就知足你 雨琪姐 雨琪姐 你这是何苦吧 以你的条件 没必要那么勉强 丽莎你不懂 人生就是要有自己的目标 人就是要有目标 人生就是实现 自己给自己定目标的过程 到刘虎和功成名就的那一天 到刘虎和功成名就的那一天 我站在她身边 我要成为她身后那个伟大的女人 这就是我的人生目标 那你现在开心吗 也许我不太懂你们的人生 但是我自己 希望自己可以开心地过完这一辈子 如果过程那么痛苦 我永远不要 老天爷是公平的 老天爷是公平的 你得到一些 就会失去一些 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取舍 抽风车的招聘信息也太不可怕了 这基本工资这么低 那工作怎么 怎么找啊 喂 主任 欧雅雅 你太不像话了啊 你几天没上班了 你以为你在物馆办就能搞特权吗 你小来就来 想走就走 主任 我已经辞职了 你忘了 你甭跟我提辞职的事 你辞职 我批准了吗 我没批准 那就不算 赶紧回来上班 主任 我 你听我说 现在外面找份工作容易吗 遇到个好领导就更难了 像我这种领导 既高大又帅气 既有人情味 又男人味 你哪儿长得去啊 雅雅 你应当珍惜我这个领导 你应当珍惜这份工作 女人最愚蠢的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感情丢了工作呀 我劝你 赶紧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只有工作上面付出了才能有回报 喂 喂 你别跟我说你没信号 乖 妈呀 太离谱了吧 你一起纳条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给你写了 赶快回来上班 烦不烦呀 你们太讨厌了 你们这是诱惑我 我怕我一回来 要给你们招来麻烦 你甭管麻烦不麻烦 你赶快地给我回来上班 主任 实在太慢了 真的好帅呀 你那眼睛是出气的 我天天这么帅 下班咱俩去嘛 你东西去 嗯 我跟你说个事 你知道吗 李主任她就是偏行 那毛鸭鸭都叫此之请 又回来上班了 快 您知道 等我到一期 梦里的我 又是她这种程度